欢迎大家来到的是腾讯课堂和尚教育采迁 采迁第四期第20节课 我们这一期采迁的话呢 原本定为是28节课 现在的话呢是20节课 如果说到时候同学们的 或者说有些其他问题或者什么的 可能会延长一到两节课 可能会延长 到时候的话呢具体要看你们的一个整体的水平怎么样 然后的话呢再做决定好吗 总共28节课现在是20节课了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只有8节课的时间了 只有8节课 现在我们进行到了一个狗狗的绘制了 前面几节课的话呢 跟大家主要是讲的一个猫咪的绘制 对吧猫咪的绘制 其实猫咪跟狗狗的话呢 它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一般的来讲狗狗的毛发的话呢 相对于猫咪的毛发来讲的话呢 它相对来讲会要粗糙一点点 然后的话呢 不用不要像我们前段时间画猫咪一样 那么一根一根的去画 那我们这一次画这个狗狗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 可以适当的就是粗糙一点点 然后呢可以拉大长线条 大直线条 对不对 而且 而且我们大家的话呢 这一次我跟大家画的这个东西 它是不一样的 上一次教大家画的猫咪的话呢 它是一个正面对不对 它是一个正面的 然后的话呢 会比较容易构图 那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相对于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新章同学们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啊 好好的听课 然后的话呢 作业的话也按时做好吗 好 OK 我们现在看一看一看同学们啊 好像有个新同学 风雨阳光这个同学是新同学吗 我们大家一起用鲜花的方式 我们大家一起用鲜花的方式啊 欢迎一下新同学好吗 风雨阳光好像是新同学对不对 哈哈哈哈 嗯 好 好的 新同学对不对 好 先欢迎一下新同学啊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你以为AT在挂机是吗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也是一样的 其实上一节课 包括我这两天都有爱可学员 我都有爱可学员 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 有没有把图够好 对不对 那么现在问一下同学们 有把图够好的同学刷一好吗 嗯 有把图够好的同学刷一 嗯 有把图够好的同学刷一好吧 哦 简单有够好 哦 然后的话呢 呃 千尘竹峰对吧 然后怒铃香 哦 还有吗 现在来的不是浩月就阳光的是吗 哎呦喂 哈哈哈哈 哈哈 哦 还有吗 只有三位同学对不对 哦 刚够了是吗 哦 那你们把你们的一个够图给我 给我看一下 哦 等一下你可以给我看一下 哦 等一下可以给我看一下 然后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现在要稍微的跟大家讲一下 构图的想跳楼 怎么办 既然你都想跳楼了 怎么办 求园图是吗 你们为什么都不关注一下群里面的消息呢 各位亲爱的 亲爱的 亲爱的们 你有什么 你们不关注群里面的消息呢 一定要关注群里面的消息 好吗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构图 其实上一次跟大家讲的那构图的话 相对于来讲 它还是说 属于比较简单的那个类型 知道吗 那我们今天要画这个构图的话呢 相对于来讲 它会有点复杂 它会有一点点复杂 不仅仅说它是一个侧面 第一个 它是一个侧面 而且它还是带有一点点 带有一点点仰视的感觉 一点 侧面 而且带有一点点仰视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舌头还吐出来了 舌头还吐出来了 而且它的毛发的话呢 相对来讲的话呢 它不是像我们上一次画的毛发 上一次教大家画的 比较 上一次教大家画的那个猫咪的毛发的话呢 更多的整体来说 它属于有一点点刺刺的毛发 上一次教你们画的那个猫咪 今天我们画的这个猫咪 今天我们画的这个的话呢 更多的它是带有一定的 这种弧度 带有一点这种卷 卷发的这种感觉 带有一点点卷发的这种感觉 知道吗 两者的话呢 它是不一样的质感 然后的话呢 它表现的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它们两者表现的方法也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先从构图开始 先从构图开始 那我们大家构图的话呢 就会把它一分为二呢 就会把它一分为二 可以从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里是张开的 这里是它张开的一个嘴巴 对不对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舌头 对不对 它有一点点带卷发 有一点点带卷发 想要哭是吗 莫方莫方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先简单的把它定一下 先简单定一下位 对不对 然后这里的话呢 鼻子的这个地方 可以看都是这边 然后再接下来 这个时候 虽然说它旁边 会有一些毛发什么的 但是我们一刚开始 是应该要找到这个点 我们一刚开始 要找到这个点 这个点这里的话呢 是它的毛发呀 这一些位置啊 对不对 我们先 你们先不看那么多 哎呀 莫莫你是小白吗 莫莫你是小白吗 这样子 这样子真的好啊 莫莫 好 OK 也是这样的 来整体来量一个比例 来整体量个比例 量个比例的话呢 这里将近是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 量个比例 基本上的比例的话呢 是1比1.5的样子 基本的它的一个比例 是1比5的样子 1比1.5 我们先简单确定好 先确定好这个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分围啊 这里上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是一部分 然后的话呢 这里它也是下面一部分 这里是它的一个下面一部分 这里是它的这些舌头啊 这些之类的 对不对 我们一刚开始要先简单确定 这几个点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然后再接下来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啊 这是它的一个中间轴的位置 这是它的一个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刚开始 就应该确定这个点 包括我们画那个也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它的这一块的一个走向 它的鼻子这一块 是不是 我们先简单确定这些 再确定这些 其实画这个的话呢 相对于来讲 比是画上一次的那个 它要复杂一点点 但是其实只要你上一次 教大家的构图 只要掌握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这个它其实是 没有那么大的 没有那么大复杂的 怎么办 天到夏季 你默默姐姐 一个生气了 生气了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一块 我们这里可以看作是一块 鼻子这里可以看 鼻子 鼻子这一块的话呢 可以看作是一个块 对不对 然后这里的话呢 可以上面看来看一下 为什么你看着都手抖 是吧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这也是它的一个嘴巴的一个 嘴巴的位置 嘴巴的一个张开的位置 我们把它确定一下 是不是 好 然后再继续 这几根线条 这种辅助线 辅助线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我们出去的话呢 这种东西辅助线是一定要做的 辅助线是一定要做 辅助线的一个问题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它的眼睛的这一块 眼睛的这一块 我们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到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里就可以把它确定下来 就会把它确定下来 好 OK 大家看一下到这一步 能不能够确定 就是说我现在画到的 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先简单的 把这些点先简单进行确定一下 对不对 我们先简单把这几个 这几个点吧 确定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鼻子这一块 对吧 因为你们现在的话呢 靠目测 因为你们现在靠目测 或者说 你们就算说把它看作是一个几何形体 这些之类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点的小复杂的 因为这个鼻子的话呢 它有点迷啊 因为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鼻子是 完全对着你的 就鼻孔它对着你的 对不对 鼻孔是完全对着你的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到了 鼻孔的位置 它是怎么样子的 鼻孔的位置吧 确定一下 好吧 我们现在先跟着我做到这一步 如果说 如果说没有跟着我画 如果说提前没有画的话 好吧 先确定这些点 对吧 找到这根线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找到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好 OK 这是我们要先找到的 一定要先找到的点 然后的话呢 这是它头骨 对不对 头骨的位置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 当你的素描基础 然后当你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造型能力 强一些之后的话呢 相对来讲 它其实是 其实是没有那么难的 其实是没有那么难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同学们的话呢 相对于来讲 基础的话呢 相对于来讲 会有一点点弱 知道吗 相对于来讲 基础会有点弱 知道吗 只要你把这几个重要的点吧 确定之后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这是我们要做到的第一步 那我现在的话呢 现在拍一张好吧 这是我们要做到的第一步 对不对 第一步 我们大家以后构图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点 好吗 先简单的确定 它的一个动态 对吧 它的一个走向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个侧面 哈喽 子愿 因为它是一个侧面 然后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确定好 好 OK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由这一个点 由这一个点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确定到这个点 由这一步 由这一个步骤 由这一个步骤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然后再慢慢的确定到这个步骤 还是一样的 你先把它看中是一个大的比例 先把它看中是一个大 大 我们一刚开始的话呢 一个大比例关系 大比例关系不要出错 大的比例关系不要出错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再一步做到这一块 再做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呢 也是一样的 按照这些方法来走 之前这种辅助线 对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 第一步 第一步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是第二步 这是第二步 包括我们大家构图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包括大家构图 你们都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思路 你不可能一下子 就能够这样做出来的 对不对 不可能一下子这么做出来 是不是这样子 包括你看一下这一边 对吧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这种 逆方体啊 这种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这里是连接起来的 对不对 好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包括这里的话 也是一样的 这里是 嗯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逆方体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不规整的 不规 不规整的一个逆方体 甚至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一块 你可以把这个鼻子这块 上一次陈赵老师跟大家讲到了 对不对 这种侧面的鼻子的话 你所看到的 你所看到的最多就是三个面 你所看到的就是三个面 这个旁边 看一下 这个鼻子这边能够看到这个面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上面有一个面 然后再接下来这里 这里有一个面 这里我们所看到的鼻子是三个面 大家看到没 这是我们鼻子的这一块地方 鼻子的这一块地方 因为这个鼻子它相互来讲的话呢 第一个 它的一个外形 它确实有点小复杂的 有点小复杂 然后的话呢 这个鼻子的话呢 也有一点点迷 对吧 有一点迷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 对吧 你来把这个鼻子 这个不要出错 它那个动态 然后的话呢 它整体的一个外形 先不要出错 好吗 这个点是不是 好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它的这个 这一块 因为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的话呢 这一边 基本上我们这个角度 这一边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它是非常少的 对不对 是非常少的 然后呢 这个眼睛这一块 眼睛这里的话呢 我们所看到的只看到了一半了 我们这个眼睛只看到了一半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一边眼睛的话呢 相对于来讲 它所看到的会比较多一些 嗯 画对 什么什么 什么东西 对眼狗是什么 对眼狗是什么 哈哈 我们先简单确定一下这些点 对不对 好 然后再继续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顺便画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要顺着它的这些毛发 毛发的一个走向的话呢 也是要稍微的带一下的 还记得上一次 陈超老师跟大家讲的吗 一个比较精细化的构图 对眼吗 没有啊 它的一个眼 它的一个眼神的话呢 它是往上看的 它的眼睛的话呢 是往上翻的 知道吗 它的眼睛是往上面走的 所以 而且我们这个角度的话呢 它有一点点偏向一种 仰视的角度 知道吧 它这个角度有一点偏仰视 而且的话呢 它这个眼睛 眼神 它确实是往上面看的 知道吧 嗯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陈超老师现在是在给你们 呃 画一个草图 那同学们的话呢 就不要画草图画得这么草了 好吗 哦 只是为了让同学们稍微的了解一下 同学们构图的时候 一定要轻一点 哦 一定要轻一点 然后的话呢 慢一点 好吧 慢一点 好 我给你这个时候画的时候 也尽可能的 对吧 顺着它的这种主要的毛发 主要的纹理 你这个时候可以戴一些看一下 啊 这边的一些纹理呀 之类的 我们要稍微的戴一下 对不对 好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这边也是一样的 嗯 一些这种毛发呀 对不对 可以顺着戴一戴 是不是这样子 好 OK 我们现在的话呢 眼睛的一个基本的方向 已经定出来了 对不对 啊 眼睛的基本的方向 定出来之后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鼻子 啊 鼻子 啊 鼻子 鼻子的地方 对不对 啊 鼻子的地方 再把它小小的确定一下 啊 这里的话呢 将近是在这一块 我们这里是它的一个 啊 鼻孔的位置啊 把它鼻孔的位置的话呢 再稍微的确定 啊 鼻孔的位置 对吧 啊 鼻孔的位置 把它稍微的确定一下 嗯 好吧 好 然后再接下来这里也是一样的 好 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一边 嗯 它的一个走向 它是这样子 是不是 好 然后再接下来这里是它的一个嘴巴张开 嘴巴张开 嘴巴张开的一个位置 好 这里 好 这里是它的一些牙床啊 什么的 对吧 我还觉得画这种东西有点恶心 但是的话呢 确实嗯 画一些这种东西的话呢 会比较的 能会比较断念你们啊 会比较断念你们 对吧 伸出来的一个舌头 伸出来的舌头的位置 啊 伸出来的一个舌头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舌头这个中间轴画一下 然后再继续 甚至说你可以这个时候 把它这一块 它是一个暗部 对吧 你还甚至说你可以把它带出来 这是它的一个暗部 口水也要画 哈哈哈 嗯 口水的话你把它留白就好了 哈哈哈 对不对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包括这里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这种小暗部啊 包括这种地方 它会有一些这种小转折呀 这种之类的啊 小转折 对不对 好吧 稍微的带一下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再接下来 这里上的一些毛发呀 什么的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的 不用管它 对啊 毛发 只要你把它毛发的 就说 呃 呃 这个黑色毛发跟白色毛发稍微的区分一下 黑色毛发跟白色毛发稍微的区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边啊 我们把这个点要确定好 对吧 它这边的话呢 有一些毛发呀什么的 包括这边 嗯 这是我们所要做到的 这是我们第二个步骤 所要做到的 这是我们所要做到的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是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就是我们要做到这一步 知道吗 包括大家以后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尽可能的细一些 呃 我看了一下大家你们的构图啊 现在构图的话呢 只要你们细心一点去画的话呢 呃 基本上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问题啊 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的一个细心耐心 然后还要相信自己 对吧 然后还要相信自己 还有 还有跟大家讲一个点是什么呢 上一节课 第十九节课 对吧 第十九节课的话呢 教大家画的猫咪 对吧 因为答应大家了 要带着大家画完 对不对 呃 应该的话呢 现在已经录了四节课 呃 录了四节 因为十九节课的话呢 本来就分了 呃 本来就分了一二节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星期一跟星期二 我星期一录了一节 然后星期二又录了一节 就是说我 我十九节课的猫咪 我画了四节 哦 我就说有四节 大家一定要记得看好吗 包括明天下午的话呢 哦 明天下午是我上课 明天下午是我上课 明天晚上看到时候 有没有时间 明天晚上看到时候 有没有时间的话呢 哦 给大家 给大家尽量的把这个猫咪 尽可能的画完 不然到时候 猫咪又没画完 然后这个狗狗又没画完 这样就不大好啊 这样就不大好 好吗 好想哭是吗 好 那我们大家的话呢 赶紧把这个图吧 够一下 赶紧把这个图够一下啊 然后的话呢 画一些这种 画一些辅助线啊 你看一下 对吧 这种地方是怎么样子的呀 是不是 你们现在的话呢 没办法 就是说只能够靠一些 比较 比较呆板的方法去画 靠一些比较呆板的方法去画 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是绝对不能够 这个点对吧 这根线是绝对不能够出错的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嗯 好吧 大家这个时候赶紧的画一下 够一下图 好吧 画完了就申请毕业了 是吗 好 OK 刚刚已经有够好处的同学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给我看一下 刚刚有够好处的同学 你们要不要改一下 你们要不要改 你们要不要改一下 嘴好大呀 对啊 一毕业就逃离城城远离彩迁 哦是吗 哦是吗 好吧 如果说也要改的话呢 就改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地方要改的话呢 可以给我看一下 好吧 可以稍微给我看一下 人物的话呢 只会稍微的涉及到一节课 只会稍微的涉及到大概一节课的样子 不会涉及很多 因为现在的话呢 采迁课程还没有一个采迁人物头上课 现在 简单的话呢 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眼睛画大了 眼睛画大了 哎 哎这是你第二个 第一个构图感觉明显不像 感觉第一个构图的话呢 很明显眼睛画大了 但是第二个 但是第二个上了一点颜色的话呢 基本上又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看一下啊 我知道问题在哪了 你的这个鼻子这一块的话呢 稍微的有一点点画长了 鼻子这一块的话呢 稍微有一点点画长 就感觉有一点点不像狗狗了 就感觉有一点点这样子感觉 但是的话呢 问题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现在的话呢 看一下好吧 我分享一下屏幕啊 分享一下屏幕 画了之后就不想改了是吗 哎我也是一样一样的 我就画完一个东西之后 我也不想要改了呀 好千山珠峰的也画给我了 是吗 一个个来 一个个来 其实眼睛的话呢 确实有一点点画大 然后的话呢 你这个额头 你这个额头对吧 画高了 是不是有人打过这个狗狗的额头啊 你看一下这个额头是不是画 这个额头额头额头 是不是画高了 这个时候应该要改一下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他的额头没有那么高了 他的额头 他头骨没有这样子 他没有这样子 他头骨 头骨这一块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鼻子的一个大小的话呢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稍微的 如果说你看呢 不能够改 稍微的改 改上来一点点 稍微的改一下 然后的话呢 稍微的改过来一点点 稍微的改过来一点点 改上 然后的话呢 改过来 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眼睛的话呢 看适当的 这个眼睛适当的 改小一点点 或者说你可以把这种 双眼皮的位置 你可以稍微改一下 第一个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 简单很不错 简单的话呢 进步真的蛮大的 先把这个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鼻子 能不能稍微再改一下 然后眼睛的位置 其他的话呢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其他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主要就是这个点 简单你稍微再改一下 哎呀妈呀 录临香 录临香 录临香的话呢 构图都这么细腻 对吧 构图都非常非常的 就感觉真的是 有一点想要见录临香本能的感觉 真的 有一点想要见录临香本能 我觉得录临香的性格 应该会非常好吧 对吧 从这种话当中 也能够感受到 有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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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这个 这个 惨了 惨了 孟哥怎么办 我好像得罪子愿了 我没有说呀 这个舌头的话呢 可以适当的画长一点 舌头的话呢 可以适当的再加长一点点 对吧 鼻子的地方的话呢 鼻子这一块的话呢 感觉到有点怪怪的 你再把它画一下 多把它画 你鼻子的话 再画的细致一点 对吧 再画的细致一点 它这里的话呢 这里是怎么样子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上面 其实它还能够看到 一小层面的 现在大家讲一下啊 哎呀妈呀 不能够 不能够截屏吗 等一下 好 OK 对吧 其实这个上面的话呢 我们其实还能够看到 一小层的 这个上面 我们其实还能够看到 一小层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 嗯 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稍微的注意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上面还能够看到 一小层 一小层的啊 然后的话呢 这里鼻孔它的位置的话 它会有一个厚度 把这些厚度的话呢 也表现出来 厚度的位置啊 表现出来 表现一下 把它画的更加细致一点 嗯 没有特别特别大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就这些 对吧 嗯 棒棒哒 棒哒 好 OK 还有 千层竹峰的 千层竹峰的话呢 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 画的好瘦啊 千层竹峰的感觉 有点画的太瘦了 你看一下 对不对 嗯 是不是这样子 千层竹峰感觉 画的太瘦了 有没有这样子瘦 就是说你刚开始的话呢 哎呀妈呀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头骨的位置的话呢 就在这 他的一个头 他其实 他其实头骨的位置的话 他 他头的位置在这 但是你这样的话呢 其实主要就是说 你现在的话呢 还不大理解 他 你这个时候只是看到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表面 你看到 可能只是他的一个基本的表面 还是一样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 平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去听一下 我们的一个素描的 一个视频课 可以去听一下素描视频课 了解一下形体 了解一下结构 了解一下形体 了解一下结构的问题 了解一下形体 了解一下结构 然后看一下 这是他头骨的位置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接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是他的一个眼睛的位置 对吧 眼睛的位置 是在他整体高度的 大概几分之几呢 对吧 好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是他的一个鼻子的位置 是他的一个鼻子的位置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是他的一个中间轴的 一个位置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出错的 对吧 他这里是这个样子过来的 但是你这个的话呢 鼻子歪了 然后的话呢 整体来讲的话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好 整体来讲是有很大的问题 嗯 其实如果的话呢 慢慢慢慢的来 慢慢的来 然后的话呢 平时有时间多多的去看一下 前期的课程 平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多多的去看一下 前期的 对吧 前期的课程 好 OK 宜然也发给我了 是吗 一寸加热也发我了 好 OK 慢慢的来 at也发了吗 at也发了 对不对 嗯 就是说 刚刚 这个是谁的 这个是一寸家人的 一寸家人 我刚刚有讲到一个点 对不对 我也讲到什么呢 我们这个角度 它其实是有点仰视的 而且它 有一点点仰视的 那你这个时候 你画的这个 就感觉不是仰视 就感觉是有点浮视了 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 能不能够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这个时候是仰视的 所以说 它的一个眼睛 它这个相方的话呢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头骨的位置 它是非常少的 是不是 我们所看到的头骨的位置 是非常少的 但是我们这一个 大家看一下 我上一次教大话的这个 我们上一次教大话的这个 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个正面 而且它的话呢 是个正面 对不对 是个正面 而且它是个平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上方的头骨 都觉得它会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这个是仰视的话呢 我们所看到的 上面的这一块部分 这一块部分的话呢 它是非常少的 但是你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子 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 一寸家人 这是一寸家人的吧 一寸家人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 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好地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带有一点点仰视的 比例的话呢 有问题 比例有问题 你量一下 你这个时候可以来量一下 可以来量一下比例 比例有问题 然后的话呢 对于仰视这个方面的话呢 有一点点不大熟悉 看一下对吧 这块是怎么样子的 这里是下来 这翻过来 这是它的一个动态 对不对 好OK 然后在这下方的看一下 这里是它呢 是怎么样子的 仔细地去观察一下这一块 然后的话呢 多多地测量一点 对我们这个角度看上去的话呢 我们所看到的 最后就是在这一块 对吧 没风的位置呀 没空骨这一块 对吧 最后就是能看到这里 然后再上来的话 就是它头骨 头骨这里的 对不对 我们所看到非常少的 嗯 需要重新再画一下 需要重新的 再仔细地看一下 好吧 嗯 然后一寸家人 你上一 因为 因为你 因为你前面 因为你前面的那个猫咪 你没有画 所以说的话呢 所以说就会感觉到 有点怪怪的 因为你 你那个正面 平时都没画好的 都没画的话 直接画这个仰视 直接画仰视 直接画这种侧面 它其实是有点难度的 看at的是吗 看一下at的啊 at的构图的话呢 是非常棒的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at的一个构图 对吧 它的一个构图 相对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是 我们大家可以去学习的 它其实因为它的素描基础 它相对来讲的话呢 会比较好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 这是它的一个动态 对吧 你看一下这一块 对不对 它是这样子 它的这个头骨 它是这样子来转 其实它这里会有几个转折的点 其实它这里是有几个转折的点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 它的理解是非常对的 我们大家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这样的理解 知道吗 它这里是转过来 然后这里再过来的 它其实这里 它是有几 它其实是这里 它其实这里的话呢 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它这里是这个样子 过来过来过来 然后的话呢 再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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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的 你刚刚开始可以把它看作是这种几合体 这样子的 对不对 好 OK 那我们现在我还是一样的 再跟大家讲一下这边 这里 哎呀妈呀 我这个有点醉啊 对吧 好 OK 这边是怎么样子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块的鼻子 跟它之间的这块的关系 对吧 刚刚的话呢 陈少师稍微的跟大家讲了一下 对不对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呢 嗯 其实你刚开始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子再理解为 是不是这样子 哦 你刚开始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OK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包括这一边 它其实也是这样子 对吧 它包括这边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再继续 是一样的 它的一个眼睛的位置 然后的话呢 它的一个鼻子的位置 然后再接下来 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我们刚开始 就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一个 逆方体 不规则的逆方体 或者不规则的一个长方体 对吧 我们这个时候看到的 所以说 我们这个时候所看到的是三个面 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 我们这个面能够看得到 然后呢 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面 第三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面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个角度的不一样的话呢 我们这边所看到它会多一些 这边我们所看到它会要少一些 是不是 那我们大家就应该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理解 对不对 那at的理解的话它也非常棒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我们这里它是这个样子 这里是这样子 是不是 好 它的话呢 基本上 看一下啊 对 草口图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呀 at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特别 特别大的问题 at的话呢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感觉你的舌头画的有点太长了 有点偏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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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呢 你这一块 你这里 对吧 这里的话 有点偏 画的偏长了 有一点偏长了 这里 这里啊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舌头肯定也是有问题 对啊 对吧 当然是要先表扬 然后再提出来问题嘛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你这个眼睛的话呢 你这个眼睛的话呢 应该要再小一点 对吧 对 你的舌头画的偏长了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 画的有一点偏了 哦 这一块 然后的话呢 再把它稍微的再细致一点 但是它这样子构图的方式是对的 它的这种构图的一个方式是对的 对吧 好 OK 那现在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哦 这是史迪小溜的啊 史迪小溜的话呢 呃 史迪小溜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啊 头股 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个仰视 你刚刚跟一寸家人的是差不多 你跟你跟一寸家人的 其实是差不多的 其实你都可以看一下 你都可以看一下 你跟这个仰视的话 你这一块是看不了那么多的 你这一块是看不了那么多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舌头画的太短了 对不对 好 可以这个鼻子这一块的话呢 应该还要离上去一点 然后呢 他眼睛画的有点小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 史迪小溜 啊 主要是这一块的问题 鼻力 然后的话呢 我们整个整个的这个透视的问题 嗯 知道吗 史迪小溜 啊 把它改一下 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 对吧 是怎么样子的 能够懂我的意思吗 史迪小溜 啊 好 嗯 再接下来的话呢 是宜然的 宜然的话呢 就是一样的 你还没有了解到这个点 狂野的线稿来了 对啊 狂野的线稿来了 你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这个 然后的话呢 再看一下你们自己的 稍等一下 嗯 宜然你看一下这个 你看一下我 你看一下我刚刚做 刚刚画的这一块地方 然后的话呢 你再看一下 嗯 然后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 就说你的这一块的 你的这个的 就看一下 你这里是有问题的 你这个鼻子这块的是有问题的 这块过来是有问题的 你看一下 是不是 嗯 然后呢 眼睛你画的 你画的有点太 太砸碎了 其实我上一节课 就画猫咪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我就跟大家有讲过 对不对 要用长直线去画 尽可能的像at一样的 at的话呢 它的线条相对来讲的话呢 相对来讲的话呢 它会 会比较概括一点 就是说我们那个初步的一个构图的话呢 你要 你要基本上来讲 你要 你要概括 用长直线去概括 包括你看一下 我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 刚刚给大家稍微的讲了一下构图的问题 也是用长直线去概括 对吧 用长直线去概括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at的话呢 它的素描优势 它会比较强一些 比较强 然后你可以稍微 宜然的话呢 以然的话呢 平时也可以多多听一下素描课程 然后的话呢 平时也可以多多练习一下长直线 对不对 不要不敢去画大胆一点点 用长直线去概括问题 好吗 这一块是有问题的 鼻子 鼻子一个后视这一块 对不对 然后呢 整体是 鼻子 主要的问题的话呢 在鼻子 好吗 把这里改一下 好吧 好 OK 那我们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呢 子愿没有跟着画 对不对 还是一样的 我们大家的话呢 就应该还是一样的 要从这些点开始入手啊 对吧 嗯 这边它是过来的 这边它是过来的 这边它是怎么样子的 对吧 嗯 是不是 刚刚来 对不对 大家 大家这个时候再想一下问题 多多小问题 好吗 关于我们的一个构图 然后的话呢 关于我们的一个整体的鼻子 不要被画歪的一个问题 然后陈长老师的话 再来拍一下 好吧 大家稍微的 根据我刚刚跟你们讲的 这些问题 根据我刚刚跟你们讲的 这些问题的话呢 再改一下 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时间 不然的话呢 每一节课 每一节都要讲构图 其实这个东西它确实非常可感 然后的话呢 有些同学 如果说你实在不大理解 怎么样在构图 怎么样子来做的话呢 你们的平时可以多多去听一下 素描素描 素描的一个试听课 对吧 或者说有报名素描基础的同学的话呢 可以多多的去听一下几何课程 几何课程对于形体结构的一个理解 对于基础形体结构的理解 基础形体结构的理解 对吧 能不能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能啊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默默 大家稍微的 一首歌也是 一般的来讲 一首歌都是多少呢 一般的来讲的话呢 一首歌的 情歌王 情歌王 只要你把鼻子 只要你把鼻子不要画歪 基本上其他地方都不会歪的 只要你把薄荷天使 你怎么又把又改ID了啊 对吧 只要你的一个这个鼻子不要画歪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就不会有太有问题 就基本上不会太有问题啊 鼻子 只要你鼻子不要画歪 好 OK 那我现在 我现在再看一下简单了 简单画得好快啊 简单的话 进步确实还蛮大的 看一下啊 你的这一块 其实还是画得太偏了 应该要缩减一些 起码要缩减到这 起码要缩减到这 真的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嗯 这一块 鼻子这一块的话呢 相对于来讲的话呢 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没有特别特别大 但是的话呢 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 相对来讲的话呢 是这个头骨这一块 还要再缩小一些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一边 这一块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还要再改一下 还要再看一下 还要再改一下 哦 然后我没有分享屏幕 我的娘 我都没有分享屏幕 我再跟你讲 我觉得我要疯了 两个就感觉没问题 但是还是有问题 哦 但是还是有问题 哎呀妈呀 你看一下 你再对比一下 感觉你画的这个感觉 像是一个 这种快快 哦 那有点点 怎么说呢 感觉的吧 看一下 这块还是画高了呀 这块还是画高了 拖子的这个时候 应该要消掉 这个时候应该要消掉 这么多 应该消掉 起码消掉这一些 你要消掉一些 还要消掉一点点 不然你这块 真的是太奇怪了 你再看一下 你再量一下 你再量一下 整体这块的比例看看 你再量一下 这块的比例 你看一看 然后再接下来 这块还要提上去一点 还要再往上提上去一点 对吧 要注意一下 对吧 基本上来讲的话 没有特别大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主要就这块 还要把它消解一些 还要把它消解一些 对吧 然后眼睛的话 还画得还不错 对吧 但是眼睛的话 确实还是画大了一点 确实还是稍微的 等画来的话 还是画大了一些 对吧 还是画大了一些 这些地方的话 要注意一下 好吧 上面这块还要再改一点 还要再改一下 然后的话 这里地方 好 OK 其他同事的话 赶紧地 赶紧地 丢到PS里面 对 让莫莫帮你看一下 对吧 好 呵呵 这个 大比例不能够出错 然后的话 整体的 整体的一个 鼻子后视 整体的鼻子 它的一个走向的 不能够歪 刚刚是不是给了你们5分钟了 已经脱脱了 给够你们5分钟了 对吧 一寸佳人的 一寸佳人的 是不是一个情歌王 一寸佳人的还是有问题 你一寸佳人的还是有问题 第一个 鼻子应该稍微画大一些 第一个鼻子要画大一些 然后的话呢 它的一个头骨的方向 你的这 你的这一边的头骨化太多了 偏太多了 又没分享屏幕 我要疯了 对吧 看一下啊 对吧 我们这个脚子 因为它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这个狗 它这一块 它这一块 对吧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它这里不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比较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呀 对吧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呀 我们这边的根本就 你根本就看不了这么多 对吧 它这里 这里应该是这个样子 大家这个时候改一下啊 大家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改一下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你的一个鼻子的问题 鼻子的话呢 嗯 是这样子 但是鼻子还要稍微的画大一点 鼻子画大一点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眼睛 基本上他们是在平行的一条线上面 基本上眼睛的话呢 它是一个平行的 对吧 基本上是一个平行的 你看一下 看一下对不对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行的 只是相对于来讲的话呢 这个眼睛它会要大一些 这个眼睛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面的话呢 只是一小半了 只是一小半 对吧 然后呢这个鼻子你看一下 要画稍微大一点 你这个时候画的时候 并不只是单单的画这些 其实你这个时候 还可以适当的 把一些毛放下这种之类 你可以稍微大一下 不然的话呢 就感觉到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但是的话呢 比刚刚要好很多了 嗯 但是比刚刚要好很多 还是一样的 大家应该要从 还是一样的 大家应该要从比例 然后的话呢 整体它的一个重体积 这个方面来 来看 知道吗 好黑 屎笛小溜的 嗯 屎笛小溜的话呢 改了一下 对吧 嗯 改了一下 看一下啊 屎笛小溜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头骨的这一块 对吧 啊 头骨这一块 头骨这一块 它相对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头 它的头骨的话 你看一下 它其实将来讲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比较尖尖的一个动物头骨 但是你这一块的话 你觉得怪怪的 对不对 然后呢眼睛画大了 两个眼睛相对来讲都画大了 啊 两个眼睛相对来讲的话呢 都画大了 然后呢 鼻子这一块的话呢 嗯 鼻子这一块的话 你再仔细观察一下 鼻子这一块的话呢 适当的 还要可以 可以再加大一点点 鼻子这一块 可以适当的再画大一点 然后呢 这里你看一下 这也基本上跟它鼻子在同一个方向的吧 就它一个嘴巴 一个上头的这一块 对不对 你看一下它没有它没有额外到这边来 对不对 这一块的话呢 还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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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我真的用铅笔对着屏幕凉了 难道是你的电脑的问题 我又不知道 但是你那个确实是太 你那个角度看上去看 你那个上 你那个上头 那你肯定是看不到这么多的呀 哈哈 肯定是看不到那么多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 因为我们这一块的 这个这个这个 肯定是看不到那么多的 你电脑的分辨率 或者说你电脑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是不是有问题啊 简单整个人都不好了啊 心累对吗 其实我也心累呀对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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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稍微的改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这样子的 对不对 它确实有点难度 嗯估计画这个狗狗又要画两节课 而且起码两节课不够 肯定我私下还有给你们开课 哈哈 哈哈 刚被老板喷完是不是摸摸头啊 嗯 嗯 其他同学再改一下哦 再改一下好吗 哦 可能可能基本上来说可能会变形吧 可能会有点变形吧 那个猫猫已经完全够图够不准了是吗 画完狗狗就轻松了啊 可能是这样子哦 哈哈 那个猫猫还画完 我的我的猫猫都还没画完呢 更别说你们的猫猫对吧 但是莫方啊 我会带你们画完的好吗 既然已经都这么说了对吧 肯定是要带你们画完的对吧 虽然说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想要哭对吧 非说了说每说每说完这道话 就会有一种想要哭的感觉对吧 亲爱的木 你看一下 你这一边肯定是看不了这么多的 你这边这样子画的话呢 就感觉到不是一个侧面 而是感觉有点偏正面了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一下这边 他这边所看到是非常少的 但是你这一边的这一块看一下 你所看到的是不是 是不是 熊童子你也不要跟我说话好吗 我觉得现在头整个人都大了真的 好我看到了瑞瑞妈妈 气得你全扔了是吗 看一下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但是的话呢问题不大 问题不是特别大的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这一块这一边 这一边他没有 你所看到没有那么多木 你所看到这边没有那么多 然后的话你鼻孔的位置 刚开始不要刻意的去抠一个鼻孔啊 你刚开始不要刻意的去抠个鼻孔 就感觉到你反倒这个鼻孔反倒还大一点 按道理来讲 不是这个鼻孔应该大一些吗 是不是 再稍微改一下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说鼻子 鼻子的话呢 你看一下这个鼻孔 不是这个鼻孔应该大一点吗 然后这边稍微的改一下目啊 目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瑞瑞妈妈的 嗯 瑞瑞妈妈的话呢 嗯 整体的整体的话呢 没有 鼻子的话呢 应该还要画大一点点 还要可以再偏过来一点 鼻子的位置 感觉到有些怪怪鼻子阵子是什么 对吧 你要画这个时候 就看出你构图的时候 也要勾勒出来 也要勾勒出来 这个鼻子这块 还要偏过来一点 鼻子这块有些小问题 有些小问题 鼻子这块有些小问题 啊 基本上的话呢 嗯 因为你整体的话就画得非常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瑞瑞妈妈 你的以前画的话 感觉你的 感觉你构图的线条怎么这么 怎么这么粗糙啊 你以前对吧 你你前段时间画的一个 你很久之前画的一个西瓜 我觉得你画的那个西瓜 很对我的胃口 就那种颜色表达 然后那种线 那种线条的漂亮的感觉 很轻松的西瓜 对吧很漂亮 我觉得你上次画的西瓜画的也挺好的 嗯 但是最近的话呢 可能有几节课没有跟上吧 感觉有一点点 感觉有一点点退步了 还是怎么的吧 感觉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退步了吧 对吧 哇 紫园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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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园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跟你讲的这一块 头这一块 是不是太平高了 对不对 其他地方的话呢 反倒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是不是 简单 是不是 嗯 然后的话老师不停的去描那根线还是一样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看一下看一下AT的 因为你们这个时候只是为了画线而画线 但是AT的话呢 他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积 对不对 AT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体积 他所看到的跟你们的东西 他是 他你们所看到的东西 他是不一样的 你看一下 是不是看一下AT的 他非常简单的快速的几根线 你看一下 他也没有特别的去死抠哪一根线条什么的 他也没有特别去死抠 对吧 就非常简单几根线 对吧 包括陈诚构图也是一样的 包括陈诚老师跟念一老师构图都是非常轻松的 其实错了也不要紧 就是在不断的错当中不断的去改改改的 对不对 不断的去改 那大家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的 那大家还是一样的 要更加的 要更加的更加的去相信自己 然后的话呢 去大胆一点点 大胆一点点去画 好吧 大胆一点去画 哦 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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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 再改 所以说最近报名的彩切外屏学员 对吧 我都是说必须要报名素描啊 哈哈哈哈 紫月整个人都不好了吗 紫月 紫月是不是整个人都不好了 哦 第一个头骨这个点 头骨这个点 看一下 它头骨的一个外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头骨的第一个我们要先找到这个点 然后的话呢 头骨第二个点 他相对来讲这两个点是一定要找到的 好 然后再进去大家看到没 他头骨是这个样子的啊 看一下头骨他这里的一些起伏 嗯 我们我们PS大神老师是我们默默老师啊 是我们的客服对吧 是我们客服老师 是我们默默 默默的话呢 是PS大神的吧 超级 超级牛逼 默默现在默默的话呢 现在在教PS PSVIP的啊 哈哈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先不要 你这个时候先不要看他这些万飞舞的这些毛发 你先先找到这个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一个外形的啊 他的这个头骨这一块 看一下 头骨是一定要找到的 头骨 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外形 头骨这一块是一定要找到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 客服妹 赶快我要把我披成美男 哈哈哈 哎呀笑死我了 对不对 当然呢 你这个时候画的这块的吧 当然他表面他会有一些这种毛发呀 这些东西的吧 他会有发生一些 他会稍微的发生一些小变化 他会稍微发生一些小变化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边他就是一些这种毛发呀这种之类的 对不对 他再稍微的画一些 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 OK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他这一块啊 他的一个鼻子这一块啊 鼻子这一块 是不是这样子 好 OK 大家稍微的再改一下啊 再稍微的改一下 嗯 再稍微的改一下啊 好吧 嗯 大家赶紧的赶紧的啊 只要先确定 只要有先确定好这些东西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 嗯 到后面他会比较简单一些 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大家前 前两天教你们画的那个猫咪 前两天教你们画的 画的猫咪对吧 我画的那个猫咪的话呢 只要你坚持画到后面 其实是会出现 嗯 又一样的效果的 好吧 好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讲构图也讲了很久了 不能够再讲了 不能够再讲了啊 嗯 不能够再讲了 不能够再讲了 那我现在的话呢 要开始把它细致化一点了 细致化的一个比较细致化的一个小构图了 比较细致化的构图了 我们大家这个手 嗯 好吧我们现在的话呢 要把它进行细致 比较细致化的构图了 我现在 我今天画这一幅画的话呢 我是用的八开的纸张 我今天画这幅画是用八开 八开的话呢 我是横着画的 我是横着画的 不管说你是怎么样来做的 都可以 好吧 嗯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一步的开始 要把它画的比较细致一点点啊 哦 要把它画的比较细致 哦 感觉有点大 但是我那个猫咪 也画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其实我 其实也画的比较大的 哦 那现在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双眼皮的位置 对吧 然后呢 这些地方 尽可能的画的细致一些 嗯 这里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毛发 嗯 我们这一块的话呢 可以稍微的把毛发的一些这种走向 稍微的给带一下 毛发的一些小的走向 对 直接可以拿彩线了 如果说大家 这个时候我们是我们的构图的第二个步骤了 这是我们构图的第三个步骤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跟 这个第一个步骤对吧 我们先准备确定好 然后准备好它的动态线 好 OK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到第二个步骤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第四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啊 这是第三个步骤了 第三个步骤了 好 现在的话呢 包括你画一些这种地方的时候都可以稍微的大一点点 甚至说 甚至说你也可以把这种瞳孔的位置的话呢 你可以先事先的稍微的画一点点 对吧 一些暗部的话呢 这个时候 好这一块 一些细节的地方尽可能的 因为我们慢慢的到后面肯定是要画的越来越细的 就是我们一刚开始的话呢 就应该要做到这一步 毛发 好 包括这一块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稍微的带一些 彩节还没 你上一次不是换了吗 好 这一块 一些这种小的细节 好 好 这边我们其实所能够看得到的整体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看一下 这边它会有一个眼睛 这边它会有点凸出来 这是它的一个 看一下它的头部这一块是怎么样子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尽可能的把一些这种明暗关系 甚至就是说把一些这种毛发关系 要尽可能的把表现得完完善一点 其实我很享受把它的一个这种比较粗犷的一个构图 我比较享受把它画的比较细致 我比较享受这一个这一个步骤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是一样一样的 反正我就是比较享受这个步骤 知道吗 好 好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包括有享受 对吧 我就超级享受这个步骤的 包括你现在的话呢 再接下来把一些这种 把一些这种 比较砸碎一点的这种东西的吧 把一些比较砸碎的这种线条 把一些砸碎的这种 刚刚 锁住的一些辅助线的线条 对吧 我们都可以把它擦掉一些 嗯 这个时候你用彩线把它勾勒完整的时候 大家这个时候 嗯 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再做 你可以拿出你的褐色系的彩线 你可以拿出你的一个褐色系的彩线 相对于来讲的话呢 褐色系的彩线相对来讲 它会比较好一点 它会对吧 嗯 它会比较好 它第一个它颜色不是那么深 然后的话呢 又不是黑色对吧 然后的话呢 它的颜色 嗯 它的这种 它的颜色倾向 它就没有特别的 有强烈的颜色倾向 但是我们大家不能够拿熟褐色啊 熟褐色的话呢 但是要看对吧 如果说你是 你如果说你是画别的东西的话呢 就还好 但是你画其他的 呃 这种东西的话呢 反正是应该要注意到的 嗯 好 OK 你现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种体积 这些关系 对不对 嗯 这个鼻子它会有一个厚度 它会有一点偏向那种朝天笔 我要享受这个过程 每次画画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然后这个是我尽可能的 我都会喜欢把铅笔削尖一点点 嗯 嗯 嗯 PS80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现在都不要让我帮你看了 是吧 现在让了PS80帮你看 太可爱了 不要这么可爱好吗 好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包括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包括一些这种 嗯 嗯 包括一些这种厚度的地方 对吧 也是一样的 专注是吗 嗯 陶黑这一块的话呢 它这样翻过来的 这里它会有一个面 它这里的话呢 是这样子翻过来的 其实你画这个步骤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把它一些暗部 也可以稍微的带一些线条之类的 对吧 啊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鼻孔的位置 稍微的可以把它嗯 画一下 其实我每一次画这个步骤的话呢 确实也是非常的 非常喜欢 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就见证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 对吧 到达这个层次 啊 对吧 其实我觉得我只要构图这一步 构得比较细致了 然后的话呢 整体来说整体就会比较细致了 我等一下画下去了 那我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 反正我的话呢 我是这个样子 嗯 我觉得大家的话也是一样的 包括大家你们以后画画呀 这些东西 啊 你可以形成你自己的一个小的风格 或者说什么样子的啊 你可以形成自己的小的风格 嗯 嗯 这一块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些小的细节 当然了我们这个时候做的话呢 只是在做它的一个整体 我们并没有说要把它 哦 如何细致刻画到哪一步 啊 你要注意随时随地的话呢 一些这种小的细节 包括这一块 风雨阳光是有基础的吗 这个同学 好像好像听客服老师说你是没有素描 好像你是没有基础的对不对 好 这一块它是直接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包括这一块它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厚度 对吧 嗯 包括这里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暗部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先用把它画一画 嗯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画的也是一样的 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一步 可以把它叫做是 我们先来尝试一下 对吧 一个单色 一个整体的对吧 嗯 慢慢的到后面的话呢 更多的都是带着大家一起来画 对吧 带着大家一起来漫画 然后都 带着大家来画 然后的话呢 一步一步的 把我的一些这种心得呀 一些这种体会 对吧 哦 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 也还蛮好的 等到半年 嗯 嗯 然后的话呢 再继续 一些该稍微的 该稍微卡中的地方的话呢 我们大家就应该要稍微的 卡中一点点哈 嗯 好 嗯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也是一样的 它相对来讲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小的小的灰面啊之类的 对吧 嗯 也可以稍微的带一下 是不是 好 OK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这一边的这个眼睛 这一边的眼睛 好 OK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嗯 嗯 基本上的话呢 比刚刚要好很多了 比刚刚要好很多了 但是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你有一点点可能 有一点点太刻意的去抠这些型啊 这些之类的 就感觉这一块的话呢 还是有点不舒服 你看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边的话呢 虽然说我知道它这里会有一个眼睛 我虽然说知道它这里会有一个眼睛 但是它这里的话呢 不可能换像这样子呀 嗯 虽然说我知道它这里是有个眼睛 但是的话呢 它不可能这么样子明显 你看一下你那一块对吧 嗯 头骨 然后再接下来是在这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块 虽然说它这里会有个眼睛 它这里相对来说它会比较突出一点点 但是它没有那么突出 嗯 它没有那么突出 你看一下这个点 对不对 你看一下这个边 这一根线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先不用看那些毛发 你可以先不用看那些毛发 或者说你现在可以不用太专注于这个点 其实你现在的话呢 其实你现在的话呢 一个基本的东西啊 一个基本的这种东西的话呢 已经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了 主要就是说你现在有一点点太在乎 这种你要把它画的一毛一样了 摸摸头啊 摸摸头啊 顺着顺着它这块的毛发走 难怪它们构不出得那么准是吗 也没有了 它们不是每个人都会PS的 嗯 毛发的一些这种小的处理一些小的转折 对 多多的观察一下 嗯 哦 两张图重叠是可以 哦 哦 是这样子 多多锻炼一下观察能力 啊 好 圆图是吗 哪位同学啊 帮忙发一个圆图啊 然后包括这里的话呢 虽然说它是黑色的毛发 对吧 但是的话呢 它其中也是有一些这种关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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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彩千进可能在销尖 哦 哦 哦 画画不着急啊 尤其是画画我们彩千 不敢下笔 怎么会不敢下笔 你又在骗我 你又在逗我 嗯 求圆图 你没有圆图吗 哈哈 把圆图保存一下哦 好好好 嗯 我慢一点点啊 把一些这种 该加重的地方 比如这种 眼眶啊 对吧 这个时候你 这个时候也应该要注意一下 对不对 包括一些这种 嗯 结构的这种转折点 也是一样的 嗯 这里的话是它全股的位置 全股的位置稍微的把它确定一下 然后再继续的话它这一块 在二楼 对啊我在二楼 刷进去看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对吧 翻个凳子 然后我们这里就一群彩虚 YP就聊嗨了好吗 到时候就对吧 到时候就真的会聊嗨的 有毒会 带点瓜枣是吗 然后给你们烙几块钱的磕是吗 好 OK 顺着它的毛发来走 把一些这种主要的一些毛发的纹理呀 这些的 OK 然后再接下来 这里是它下方的位置 慢慢的 我还要忘了 我要跟你们说个事情啊 明天对吧 明天大概是明天上午对吧 我要上素描课 明天上午就是今天练练上的上午上的那盘课对吧 明天上午我也要上对吧 到时候就算说对吧 我没有睡醒对吧 就算说我宽调了对吧 到时候你们也要在里面对吧 要为我加油助威好吧 好吧 能够答应我吗 有谁明天上午要准备要给我加油助威的对吧 有谁 能够给我捧场对吧 一定要给我捧场好吗 不然到时候的吧 哎 要矿瓢了怎么办 到时候丢的 到时候我们大财先的吧 对不对 明天不在家是吗 我会露脸吗 我不会露脸哎 明天上班是吗 不是 我很久没有画过素描了 然后的话呢 我觉得我早上骑得太早的话呢 我觉得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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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会心情不大好 有一些这种小的厚度啊 也是一样的 滴血糖吗 这是滴血糖吗 舌头 它有一个整体的对吧 青椒是吗 睡眠不足心理吧 对啊 明天我来认一下你也好啊 好 OK 这里的话呢 它整体来说是一个暗部 把它过渡一下 好 OK 这一块整体的来讲的啊 它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它整体都是一个暗部啊 嗯 可以稍微的带一点 画青椒 对 明天上午的话呢 叫你们画青椒啊 在那边讲一下体积体快体快 如果说明天上午的话呢 真的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来听一下 我讲素描是个什么样子感觉 对吧 确实是非常久没有讲到素描了 尤其是近段时间报名的彩切YP学员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基本上是没有看到我讲过素描的 好 OK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那些这种小的细节的地方 你们刚刚在讲的啊 科夫老师现在就上来了 对吧 科夫老师 青椒一定要切开 哎呀 你太懂我了 哎呀妈呀 对吧 你怎么这么懂我啊 青椒的话呢 我一般我一般教你们画青椒对吧 妥妥的就一定一定会把它切开对吧 怎么这么懂我 你们刚刚还是讲的 要莫莫敲我的门对吧 然后莫莫就敲门了对吧 莫莫就上来了对吧 然后莫莫 然后莫莫又走了 刮子呢 刮子好像没有哎 刮子书 好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这一边啊 一定要把一些这种细节的地方 把刻画出来 不然到后面的话呢 你画一些这种细节的地方 是根本就不好画的 知道吗 好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它会有一颗大的一个牙齿 哈哈哈哈 刚刚应该要让客服老师给你们唱个歌的 然后莫莫给你唱个歌唱个歌的 莫莫唱歌唱的特别好听 不像我一样的对吧 每一次只要我一唱歌你们就整个人都不好了对不对 这一块 现在去看一下它这织节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这种小的变化 口水什么鬼 口水是吗 一般来讲的话呢 这种口水的话呢 看一下啊 口水的话呢 这种东西要表达的非常细致 就可以把它留白呀 或者之类的 哈喽 今天画狗来晚了是吗 这一边的话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工厂 好久不见操操 哦 你家大你家大事就 好 我可以这一块的一些这种地方 很好 这样子是比较过来说 happens 先那边有人说 我们您看晓 beer obviously 所以velo 这样子 快点천 好 到这儿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可以稍微的带过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它的一些种 可以把它加深一些 好了 可以大开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算是一个比较 比较精细的一个构图了 大家以后构图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大家尽可能的画一些 这种东西的话呢 画的一个尽可能的精致一点点 不然的话呢 到时候也不大好 包括这一块也是一样的 我画这个的话呢 我画的比较大一些 顺着它的毛发来走 对吧 好 OK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它的一个构图就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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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好 OK 大概这个时候的话呢 有没有跟着 有没有跟着做到这一步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一个构图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画了 嗯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画了 嗯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画了 开始画它的眼睛 从它的眼睛开始画手 哦 从它的眼睛开始画手 哦 哦 眼睛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上一节课 有一节课 有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专门的一个眼睛 哦 你是用铅笔画的吗 嗯 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拿出我们的 拿出我们的这个 褶石的颜色 嗯 拿出我们的一个褶石的颜色 对吧 嗯 我们先可以先从这个眼睛看 这个比较相对来讲 眼睛比较大一点的 嗯 用最最基础的这种平图的方法 大家可以把彩线的话呢 可以削尖一些 嗯 我刀呢 好刀 你走了是吗 整个人都不好了 都不好了对不对 OK 注意一下我们现在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先从最基础中 不底色这边开始 嗯 大家可以把这个的话呢 上次我跟大家讲过 对吧 一个秋体 好我们现在用到的 还是我们这个褶石颜色 褶石颜色 好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再拿出我们的褐色 对吧 一层一层的夹 不要直接就拿黑色 这些 一层一层的夹 这一幅画的话呢 也尽可能的带着大家 画一个长期作业吧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缺少一些这种长期的作业 有一些画材料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作业 要沉淀下来 要沉淀 好 OK 瞳孔的为止的话呢 十五条件 要把它加深的 长期的作业就画老虎是吗 我那个老虎现在都不想画了 真的 真的我感觉这段时间超级累的 默默拜拜 那你鲜花猫咪还是鲜花狗狗都画呀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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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再继续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外轮过线也一定要把它加深了 高光的旁边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要把它卡死一点 然后的话呢 就眼睛的静盈剔透的质感 你要补完所有的作业是吗 确定能够确定能够补完吗 嗯 你确定能够你确定能够补完吗 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不大相信呢 对吧 哈哈哈 包括这一块的话呢也是一样的 这边的话呢它会有一些这种小投影啊 对不对 嗯 它什么都在 大概都是其实差不多的一些道理 只不过的话呢 相对于来讲 它有时候的一些表现方法呀 这些的话呢 它是不一样的 你是不敢 嗯 对啊 我就说 我就说圈圈的吧 圈圈这几天的吧 就没有怎么看到 说过话呀 也没有怎么看 看来听过课的吧 原来是这个样子呀 好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最后面呢 是我们的黑色彩线 最后面拿出我们的黑色 然后我辛辛苦苦的这两天 星期 星期二下午对吧 我辛辛苦苦的有录制的视频 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视频了 录了两个三四对吧 一九三四对不对 第十九节课对吧 三四是星期一星期二下午录的 如果说大家不去看的话呢 那我录制这个视频的一个意义就没有了 就不在了对不对 红红的位置无条件的加成啊 把这个红红的话呢 先把它化身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红红的位置为中心 对吧 为中心的话呢 可以把它四处发散开来 可以四处发散开来 对吧 发散开来的话呢 来画 它这一块的话呢 画得更加的圆润饱满一些 包括它的这一块的外形 包括它的这一块的外形 没有啊 你这个画好之后就会非常漂亮啊 你这个画好之后就会非常漂亮啊 好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再接下来也是这样的 眼睛的一个这种瞳孔的位置 是无条件来往加深的 好 这个眼睛这一块 眼睛这一块的话呢 还可以适当的在暗部 适当的在这一块还可以加一点这种 嗯 还可以加一些这种黄色 对吧 可以加一些黄色 比如说这种土黄色的颜色呀 土黄色的颜色呀 土黄色的颜色呀 或者说 或者说还可以加一些这种 偏橙 黄橙一点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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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然后再接下来再继续啊 一层一层慢慢的来的画画这些东西 对吧 好可以再继续再拿出我们的黑色 这一块的地方是肯定是要卡中的 这块的地方是一定要卡中啊 就是说我们的画一个眼镜 就是说我们画一个眼镜 它需要我们一点点慢慢的来的 然后呢 空与阳光的话呢 你是财报名没多久对不对 前面 比如说你现在你觉得你跟不上对吧 你现在前期的课程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的跟一跟对吧 好 前期的课程你可以稍微跟一下 嗯 这是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那个眼睛的一个 一个处理的方法对吧 好可以 然后的话呢 再接下来也是一样的 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一块 这一块 这是它的一个双眼皮着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角度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这个角度这样子看过去的话呢 这个双眼皮这一块的话呢 它显得是比较宽一点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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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这边的话呢它有带有一定的这边的话呢它还带有一定的这种红色啊之类的颜色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红色可以拿出我们的红色可以拿出我们的大红色的颜色的颜色 哎呀妈呀我的笔掉了 算了等一下再就行了 还有带一点这种大红色啊或者说有带这种颜色 可以稍微的带一点点 稍微的带一点点 注意一下这一块 但是的话呢始终要保持一个整体 始终要把它保持一个整体 OK 再接下来是在这 一点点的细节一点点去抠啊 一点点的细节一点点去抠啊 其实我在视频上面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跟他们去讲的 没有办法跟他们讲的这么 这种东西的话是真的没有特别的 没有办法的 对啊这种狗狗就感觉像乖乖的让我化妆的啊 OK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的可以拿出我们的一个偏 偏紫一点点的颜色 偏紫一点点的颜色 让我们这边的话呢 稍微的带一下 偏紫一点点颜色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这种 就是我们的一个这种偏向 偏向这种 嗯什么颜色呢 鼠红的颜色它会有一点点偏紫的啊 嗯稍微的带一点点啊 嗯稍微的带一点点啊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包括这一边对吧 一些这种小的细节 鼠红色是地瓜皮的颜色吗 哎这个我有点没有那么清楚哎 嗯 一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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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薯 嗯 红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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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的在这些地方的话呢 稍微的带有一点点的这种红色 带一点点对吧 嗯 包括在这一块也是一样的 包括在这一块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小的这种厚度 看一下 在这一块它会有这种小的厚度也是一样的 眼睛这一块它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厚度 也要也要稍微的表现一下 嗯 也要稍微的表现一下 对吧 看到吗 这一块它会有个小的厚度 包括在这也是一样的啊 什么东西的话呢 大家都应该要稍微的注意 对吧 一些这种细节的地方的话呢 多多的注意一下 这一块的话呢 这种眼白的地方就稍微的 用这个鼠红色 稍微的带一点点 大家看到吗 这一块它会有一个小的厚度 然后的话呢 这里是怎么样子的啊 OK 然后就先来看一下这一块的一些 这一块的小细节 我现在是比较近给大家看的 看到了吗 嗯 现在是比较近给大家看到的 看到吗 这一块的一些这种小的细节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一块的一些小细节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大家的话呢也是一样的 你应该要五十五刻的去仔细的去观察一下画面 观察画面 当你各方面的 嗯 当你各方面的这种技能成熟之后 对吧 你所需要表达的肯定就是一些这种比较细节的地方了 你所表达的地方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 就是一些细节的地方了 对 对 对啊 红色色系的话呢 这旁边还有一个眼睛 哦 旁边还有一个眼睛 哦 旁边的一个眼睛的话呢 嗯 你就是说再继续啊 旁边的一个眼睛 头痛是吗 多多 那你就那你就去休息吧 嗯 那你就可以稍微的去休息一下 嗯 其实我觉得 不知道今天 是不是最近也是泪着还是怎么 就感觉最近的话呢 也是有那种有那种小感觉的啊 有点 再加上这种夏天本来就容易 嗯 好 OK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这个眼睛的这一块 对吧 这一个眼睛 这个眼睛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眼睛的话呢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话呢 是它的一个双眼皮 对吧 好 这一块 我们所看到的 包括这一块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这种 包括这一块 它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毛发 这是它的一个瞳孔的位置 这里 啊 这里是它瞳孔的位置 然后的话呢 其他地方你可以适当的 毛发 把遮挡住一些 啊 这个眼睛相对来讲的话呢 不要 不要太过于去 好 包括这里 就把它稍微的画一点点 这种小的毛发 画一些小毛发之类的 嗯 这个眼睛的话呢 它有一点点偏向有蓝色 有一点偏向有蓝色 有一点偏向有那种紫色 我们可以稍微的 戴一点点这种紫色 嗯 稍微的戴有一点点紫色 或者稍微的戴一点点蓝色 只是稍微的啊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也是一样的 可以拿出棉签稍微的擦均匀一点点的 再接下来的话是要拿出我们的黑色 黑色这些颜色 把这种颜色的话是肯定要把它加深的 这边的话其实是要虚化一些 到这一块的毛发的地方 它其实是要虚化一些 然后再继续的话过渡到我们的色色 这种眼睛的眼睛晶莹剔透的质感 现在眼泪已经出来了 眼睛的一个晶莹剔透的质感现在已经出来了 其实有些东西的话呢并不是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也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视频课设的学员 有时候上课上课上课上着上着 我就是觉得对吧 上了上课我就会觉得嗯 明明知道有一个好的东西在这儿对吧 而且的话呢会对你这样子 但是但是的话呢就是就是嗯 但是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它会骗你 这个确实也是人们交往的话呢那种 也是非常正常的 包括这里的话呢 它的这个眼皮 它会有投影 是一样的 不管说它是怎么样的 反正这里是这样子 这两个眼睛这一块 眼睛这一块 就没有像你这么明智的时候 再包括这边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大家画一些这种毛发的时候 尽可能的 是不是 大家仔细来观察一下这一块 一样仔细地看 这一块是怎么样子 然后的话呢 一些这种厚度 一些这种厚度的地方 厚度的一些小细节 是不是这样子 包括这一块也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眼睛 只是相对来讲的话呢 把它画的比较 把它画的这样子看一下 可能现在看着的 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 因为现在的话呢 它周围的一些毛发呀 这些都还没开始画 基本上来学画画的 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除了个别的话呢 是因为一些工作的需要之外 基本上的话呢 来学画画的同学 基本上都是一个兴趣爱好 都是小时候的梦想 都是小时候的梦想 大家看看这两个眼睛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这两个眼睛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这两个眼睛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的话呢 整体的一个这种氛围关系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 你的一个基本的比例 你的一个基本的比例 有没有出错 有没有问题 你的一个基本的比例 有没有问题 然后这一幅画的话呢 我在想呢 我在想还是带着大家画一画吧 这个画的话呢 还是带着大家尽可能的画完吧 尽可能的画完啊 但是我没有办法 就能够答应你 我能够把它全部带着大家画完 但是尽可能的画完 但是那个猫咪的话呢 会带着大家画完的 因为的话呢 因为越到后面 这种作业的话呢 确实会比较多 因为这种作业它确实会比较多 然后的话呢 然后的话呢 大家最近的话呢 也是比较累一点吧 是不是 那同学们的话呢 就如果说真的比较累的话呢 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就可以好好的休息 毕竟的话呢 确实身体的话呢 它是一个 它是革命的一个本钱吧 它是革命的一个本钱是吧 人家不喜欢国画的 是吗 后来看到你们家 大师都是车里死了 是吧 其实我们一般的来讲 我们画完 我们 我们画完 我们画完这个之后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是要画毛画了 然后再接下来 是要画毛画了 那我们画毛画的时候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 哈哈哈哈 死愿 对吧 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如果说 你这个时候在这下 是要画一些毛画的话 画毛画的话呢 我们大家这个时候 就应该要拿出 我们的高光笔出来了 对吧 如果说大家 你觉得 你觉得你画不好 你如果说 你觉得这种油白 你留不好 那你留不好 留不好的话呢 我就觉得 大家是时候 要拿出我们的一个 是时候 是要拿出我们的一个高光笔 对吧 你要看一下它的毛发的一个一个整体的走向 它是怎么样子的 对吧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要拿出我们的一个高光笔 好吧 那么大家就可以拿出我们的一个高光笔来 你画这些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 一定要注意到 对吧 它整体的这种 它整体的这种关系 对吧 画好之后的话呢 画好之后的话呢 就基本上来说 比较简单了 有时候的话呢 画这种东西的 你要注意一下 这种整体的 整体的疏密关系啊 这些 试着它的毛发来走啊 比较注意啊 比较注意啊 这种东西的 是样子 所有东西的话都差不多的 什么时候画一只科鸡 科鸡是什么样子的 科鸡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怎么养猫 我不怎么这种东西我不大了解 其实你只要懂了这种方法之后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的 现在基本上的话就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好 OK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 其实我们在接下来就是一样的 稍微的可以用我们这个 稍微的可以用我们这个什么 稍微的可以用我们这个颜色打一个底色 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上颜色了 可以直接拿着我们的这种 我刚刚的我刚刚铺底色的颜色 我们可以直接先拿出我们的这种整实的颜色 我们可以直接拿出我们这种整实的颜色 对吧 你可以先稍微的铺个小底色 可以稍微的铺个小底色 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 哦 这种啊 哦 这种是科鸡啊 但是这种东西的话呢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只要掌握方法的话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这种的 小意思啊 看一下 我们换这些的话呢 更多的我们大家的话呢 就可以顺着它的毛发来走 你看一下 我们大家换那个猫咪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换猫咪的时候的话呢 大家就感觉到 嗯 要 大家感觉换猫咪的时候 对 胡子的话呢 刚刚这样是要先留白的 我们刚刚就是用 我们刚刚的话呢 就是要先用那个 嗯 先用那个高光笔把它换了一换 有些地方的话呢 就这样吧 大家看一下 相对来讲的话呢 我画这个毛发 画这个狗狗的毛发 大家发现了 我所画的这些 我所相对来讲 我的用笔啊 这些相对来讲 它要大胆一些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但是我画猫咪的时候 然后我就画的时候没有那么大胆 是不是 因为猫咪的毛发跟那个 呃 猫咪的这个毛发的话呢 相对来讲 它是 呃 它会 它会比较偏向于那种 比较 呃 比较偏向于那种刺刺的 然后的话呢 相对来讲 它会比较有规律 虽然说这个的话呢 它也是有规律的 对吧 但是相 但是相对于来讲的话呢 这个 它会比较的 它的毛发 它会相对来讲 它会比较粗糙 它相对来讲 这个毛发它会比较粗糙 知道吗 那我们大家这个时候 只要找准了这种方向之后呢 就可以用这种比较稍微的偏向 偏一点点这种 偏一点 带有一定的弧度这样子来画 带有一定的弧度这样子来画 好 OK 嗯 好 OK 然后在接下来方呢 这里它会有两块 这里它会有两块这样子的颜色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先拿出我们的这种 嗯 这种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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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橙色的颜色 对吧 先稍微的带一下 你先稍微带一下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刚刚是用一个 嗯 刚刚是用的是一个什么 90颜色 把它铺了一层底色 对吧 然后在接下来可以直接拿我们的黑色 在接下来直接拿我们的黑色了 你这个时候画黑色的放在一起 其实就应该要注意到了 你其实就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注意到 注意到什么点呢 可以把它适当的放松 对吧 然后的话你画的时候 对吧 注意你画的时候的话呢 也是稍微的 你不动的转动一下铅笔 要不断的转动一下 转动一下你的铅笔 这块的毛发走向 转动一下铅笔 你画这一边的毛发的时候 尽可能的概括 眼睛双方的这块的毛发的话呢 眼睛双方这里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结构的 对吧 湄公鼓这一块的话呢 就可以稍微的化重一点 就可以稍微的化重 然后这一块的毛发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稍微的这边过来一点点 不要一根线 不要约线这块卡的太死了 然后在继续楼花里 实际上可以再拿出我们这种 甚至说你还可以拿出我们这种偏红一点的颜色 带一点点偏红的颜色 还是一样的 还是要拿出我们这种黄橙色 把它整体的坏坏 其实它整体的暗部的话 它也不是那种纯黑纯黑 它是有这种颜色的倾向的 有这种颜色倾向 你可以暗部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的带有一点点的 当然了你刚刚已经有铺一个底色了 对不对 你可以在这个暗部的地方的话 你可以稍微的带有一点点的这种 熟克色的颜色 让它这种黑色的毛发 让它这种黑色的毛发的话 让它更加的富有质感一些 尽可能你画这一边的毛发的时候 尽可能轻松一点 然后再接下来这边也是这样 狗的毛发相对来讲 它会比较粗糙一点点 但是大家的话 让它也不要太粗糙过头了 好 ok 然后再继续这个下方 眼睛这一块 眼睛这一边的话呢 毛发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这边的毛发 看一下是不是 然后的话呢 慢慢的到这边来 可以稍微的 把一带而过 一带而过到这边 可以稍微带出来一下 就这样子 包括你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 其实它相对来讲的话呢 它没有那么清楚 包括你这里 它双眼皮的位置 对吧 适当的 适当的可以把它 弱发一点 适当的可以把它弱发一点 这样子 只要让它感觉 它这里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可以了 你基本上这一边的毛发就这样子 那同样的 我们在这边也是这样的 这也是它头骨的位置 这也是它头骨的位置 对不对 OK那我们现在就 顺着这块来走 OK慢慢的再到这边来 这一块的毛发的话呢 它的走向它又是不一样了 它又不一样了 可以啊 对 我忘了 我忘了 可以用 可以 可以啊 要不然 简单的铺个底色啊 不然的话呢 直接用黑色去换的话呢 就感觉这个黑色有点 有点小我的小死板 我都忘了 现在是个 完全是个懵的一个状态了 看一下对不对 我刚刚的话呢 是用了这种笔 对不对 是用了高光笔 我把它这一块的毛发的一些这种地方画了一下 之后看一下 它这里就会有 这会有这印子是不是 是用了这种笔子的笔子的笔子的笔子吗 好 了 一 这一块的话呢 它那个走向它又变了 走向又变了 毛发就是这样子的 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因为它本身的毛发的话呢 因为它本身的毛发就有带有一点这样子的 这种有带有一点这种卷卷的那种感觉 好 我可以再继续这一块 它又会有一个想法 它只要你们留白啊 这块地方的话呢 比较弱一点的地方 那你这个时候就觉得大家就应该要用 大家就应该用高光底 把它先把它一些状态的地方 先把它抠出来 只要你留白的地方 只要你处理的不当 或者是怎样的话呢 社会有问题的 社会有问题 知道吗 大家这个时候把这个点做一下 好 OK 那同学们的话呢 现在就把你们 这个时候不管是你会画到哪里 对吧 可以稍微的把你们画的给我看一下 明天的话呢 明天的话呢 是 明天的话呢 是星期四 对不对 同学们的话呢 这应该要早一点休息 星期六的话呢 画到十一点 画到十一点的话呢 就还好 对吧 如果说星期三 如果画到十一点呢 肯定是会影响你们正常的休息的 一般来讲的话 星期三就尽可能的早一点 早一点下课 对吧 一般来说 星期三尽可能早一点下课 然后看明天有没有时间 明天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 我带着你们把那个猫咪 还是要进一步的再画一下 带着你们把那个猫咪 进一步的再画一下 好吧 你们现在有画到哪一步 就可以稍微的给我看一下 好吧 你们画到哪一步 就可以稍微的给我看一下 果然画这种东西 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是需要时间慢慢的来 你看一下 其实我这一块的毛毛发 其实是画的比较粗糙的 其实其实是画的比较粗糙的 大家能够看得到 对吧 眼睛的话呢 是细心的一点一点去抠的 毛发的话呢 但相对来讲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细心去抠 所以大家如果说 当你觉得你画这幅画 画得有点冰的时候 画得有点头疼的时候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要停下来一下 停下来一下 然后的话呢 好好的 嗯 好好的去 好好的去想一想 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 它是个比较弦的图 已经发了是吗 好的 嗯 看一下一寸佳人的 嗯 一寸一寸佳人的话呢 嗯 主要的就是说 还是一样的吧 嗯 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 外形方面 还是会有一些 嗯 小问题 嗯 嗯 嗯 这样子看来的话呢 呃 鼻子 鼻子的话呢 就有一点点 鼻子的地方有一点点画大了 呃 鼻子的地方的话呢 有一点偏大了 然后呢 眼睛的话呢 它其实是应该是要在一条线上面 就是眼镜的话呢 眼距有一点点 等一下 其实它这个眼你的这个眼距的话呢 是有一点太太太接近了 眼距你看一下眼距的一个地方 看一下你的眼距对不对 这个眼这个眼睛的话呢 还有一过来一点点 或者是这个眼睛还要偏过来一点点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等一下 嗯 眼睛的一个问题 然后的话呢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眼睛的一个颜色 对吧 除了黑色的话呢 是褐色色系的 褐色色系 对不对 比如说黄褐色呀 比如说什么 褶褶的颜色呀 黄褶色它非常明显 它是偏黄的 对不对 然后褶褶的颜色的话呢 也是非常明显 它是比较 它是比较偏向于 黄褶跟熟褶之间的 对不对 还是一样的 外形的话呢 有一些小问题 外形有些小问题 然后的话呢 相载表达没错 你有用铅 你有用铅笔去 你有用铅笔去 哦不是 你有用彩铅画吗 感觉这块 都是用素描 这样才画的 嗯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这些点 注意一下这些点 嗯 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这些小问题 然后平时有时间的话呢 多多练习一下 多练习一下构型啊 你的一个观察能力啊 你的一个塑造能力 就是采线是吗 对于颜色的理解的话呢 相对来讲 还是有一点点的弱 还是有一点点弱 因为慢慢的到后面的话呢 我们不会再讲什么色号了 我不会跟你讲什么什么色号 我一般到后面 就会给你讲颜色 所以说的话呢 前期的一个颜色的认识 还是要 还是要比较充足一点 还是要相对来讲 要充足一些 如果说你前面的一些 这种颜色 你都没有 没有认识的那么 那么好的话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其实到后面的话呢 是非常有问题的 知道吗 这个时候的话呢 是谁的 这个是王旭周的 天到夏季的 天到夏季的话呢 你的舌头啊 画画长了 舌头画长了 一寸家人的话呢 一寸家人对于颜色 然后的话呢 对于这种毛发的话呢 然后对于整体的一个构图 我还需要在这多多的想 想一想 一些家人 嗯 你再改改 你再改哦 还有谁 还有谁给我看一下 嗯 还有谁给我看一下 嗯 还有谁要给我看一下 嗯 没有同学给我看一下 没有同学给我看一下 回去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觉得你能够画到哪一步 你就尽可能地画 然后那个猫咪就画了一个眼睛 然后那个猫咪的话 也要慢慢地跟上来了 最长时间的话就是画猫咪跟狗狗 就是画猫咪跟狗狗 如果说你狗狗 如果说你猫咪还没画 那你这一次的话 就先跟着这个狗狗来画 如果说你的猫咪有画完的话 这个狗狗也两边可以一起跟 知道吗 猫咪的话还是会带着大家画完的 猫咪还是会带着大家画完的 如果说都不带着大家画完一个东西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同学们的进步的话 相对来讲就会比较缓慢 重画了是吗 就画了一个眼睛是吗 AT 给我看一看 给我看一下 AT 了 AT 的话呢 嗯 我看一下 AT 了 AT 的话呢 嗯 感觉你这个上方也有一点点画得有点高,有一点点这样子感觉 然后舌头感觉有一点画得偏大了 舌头感觉画得有一点点偏大 舌头感觉画得有一点偏大 这个时候看一下原图吧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事可以对比一下第一个舌头 然后这个下额 这个地方其实整体的来讲的话 哎呀妈呀,不能够截图了吗 不能够截图 其实你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你的这一块是到这儿了 其实你可以仔细的来观察一下 这一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它是不是没有那么长 是不是这样子 你可以观察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舌头是不是画大了 舌头是不是画大了 是不是这样子 舌头是不是画大了 然后眼睛的话是不是也稍微的画大了 眼睛是不是稍微画大了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这个头骨的位置是不是相对来讲的话 也是有一点点小声不对的 头骨的位置是不是相对来讲的话 也是有一点点小声不对的 头骨的位置是不是相对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还要相对来讲 是要烧掉一些 而且头骨的位置的话 是不是要更加圆润一点 你的画太尖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再看一下 你再量一下 好吧 你再看一下 然后简单的话呢 画得还不错啊 表现方法也不错啊 表现方法也不错 不是这个黄色 它的黄色它是偏中黄的 然后带橙色的黄色 不是柠檬黄 也不是淡黄 你看一下 眼睛的表的画得也不错 然后但是你要注意到 这里它会有个头影 然后你也画了 对不对 眼睛的表现还不错 还不错 毛发的话呢 也是这样子画得没错 嗯 不错不错 简单不错 嗯 还有谁 还有谁稍微要给我看一下 嗯 听的话你再改一下 有些地方是有问题的 你的外形 有些地方有问题 嗯 你的外形的一些地方是有问题的 你的外形的一些地方是有问题的 我的嘴巴不够尖 是吗 嗯 还有谁要给我看一看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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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给我看 没有了是吗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早点休息啊 下一节课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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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呢 下一节课继续的鼻子 嗯 这种鼻子的塑造对吧 鼻子 然后呢舌头这一块 对吧 给你们讲一些这些地方 我感觉现在同学们的毛发的话呢 还不错 嗯 但是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毛发 但是毛发的话呢不能够着急 不能够着急的 有些很多东西它都不能够着急的 鼻子画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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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歪了 鼻子歪了 你看一下鼻子歪了 有没有这样子感觉 有没有 嗯 有没有这样子感觉 鼻子有没有歪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舌头它整体的这一块的走向 它其实是这一张 应该再过来一点 整体的舌头走向 它应该还要再稍微的过来一点点 对吧 稍微的过来 鼻子主要是一个鼻子 主要是鼻子 主要是鼻子 主要是鼻子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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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鼻子歪了 然后呢 舌头你注意一下它的一个走向的问题 其他的话呢 嗯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你看一下 你这你这是用铅笔画的 对吧 还是一样的 尽可能的勾勒的细致一点 还是一样的 尽可能的勾勒的细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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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啊 我的毛发的话呢 画得还比较粗糙 大家的话呢 可以是可以 你可以把毛发还可以画得更加细致一些 你可以把毛发还可以画得细致一些 一根根去画的啊 但是一根根去画的话呢 需要大量的时间的呢 我画那个猫咪就是一点点点去画的 花了我好多时间 所以说时间的话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吧 嗯 大家回去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先画一画 或者说的话呢 猫咪也可以画 画一些 你自己觉得你能画多少就画多少 然后呢 有些地方不懂的 你可以问我 这两天的话呢 反正我都会在课堂上面 都能够找到我 对吧 这两天的话呢 还会继续跟大家开小道 跟大家画那个猫咪 好吧 嗯 因为这个猫咪的话呢 因为这个狗狗它的毛发相对来讲 它会比较潇洒一些 那个猫咪的毛发它是不一样的 这两种毛发的这种 呃 这两种毛发的这种 呃 这种东西是要区分开来的 毛发区分开来 对吧 呃 但是眼睛的话呢 我知道 基本上你们现在画眼睛是没问题的 啊 拿出了一节课的时间 叫你们画的眼睛 对吧 叫你们画的眼睛 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多问题了 对不对 比如说下一节课的话呢 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鼻子 主要是跟你讲一下狗狗的鼻子 然后的话呢 就是舌头这块的问题 嗯 毛发的话不能够着急 嗯 嗯 好吧 基本上就这几个点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下课 好吧 下课 对啊 嗯 猫咪的话它上的比较偏 对啊